原标题 不仅如此,中国还因此陷入半殖民帝半封建社会,中国人民网受战争的折磨,备受日本鬼子的虐待,这种种的一切,都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。 二战是日本整个国家都深受聚国主义的影响,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对侵略他国度非常的疯狂,做出的行为也是让人不齿。 因为崇尚元武道,所以,基本上每位日军都会佩戴上军刀,所以这也是为什么,我们会看到日军身上都会背着一把刺刀。 对于日军而言,军刀是非常的重要的,这同样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,身份越高就意味着所佩戴的军刀也是非常的珍贵的。 曾经日本出高价欲向中国购买一把军刀,不过被我们果断的拒绝了,因为这把军刀不是普通的军刀,在这把刀上面刻着九个字,这九个字让我们所有国人非常的伤心,也非常的愤怒。 刀的上面刻着南京一杀一百零七人,这就是日本鬼子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的写着,他们把人民当作游戏,不把他们当人看,他们进行杀人比赛,看谁杀够一百个人,谁最多谁最获胜,并且还将他们所谓的战绩刻在刀上面,真是让人可恨。 日本宁愿花百万,也要将这把军刀给赎回去,可是这根本,就是不可能的。 日本一直以来都想着要磨灭那段历史,不愿意承认,也从来都没有向我们说过一句道歉的话,可是我们会一直都收藏着这些铁证,我们要让他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事情,而我们包括我们的后代,也不会忘记遭受到的耻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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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